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个话题呢 相信大家也是一直以来关注的热点 那就是地沟油以及地沟油的流向 最近人民网记者卧底一个月的时间 挖掘出了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一条地沟油黑色产业链 而地沟油的最终流向更是让人震惊 涉及到了著名的品牌使用油金龙宇 在北京立家餐馆前 一名男子正在收集饭店的干水 记者跟踪了其中一辆干水车 干水车开入了一个养猪的村子 记者进入村子之后发现了一些地沟油的半成品 在另一个养猪厂里面干水熬至刚刚完成 一些地沟油就放在猪棚前 据了解在物价上涨的背景下 炼制干水油成为了部分个体养猪户 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的方法 记者调查发现一桶初级地沟油收购价格为600元上下 一个中等规模的养猪户 七天左右可以出一桶油 一年炼制地沟油收入约为三万一千元 到底是谁在收购这些地沟油呢 在廊坊的一个练油点 油桶正在被装运上车 记者跟踪发现车没有经过检查站 抄小路进了北京 来到了南五环内的三台山路 在北京朝阳区科通物流中心经过重新装卸 约110桶油品再次被运出 从北京运往石家装 在这里地沟油被精加工 去味去色 经过精加工的地沟油 装车由专业油罐车送达到天津港 保税去 而接收这批地沟油的 是加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 该公司隶属于一海加里集团 一海加里集团是新加坡 丰益国际有限公司 在华投资的一家 以粮油加工油脂化工为主的企业 也是中国国内最大的 粮油加工集团之一 拥有金龙鱼 口福 胡姬花等著名品牌 金时新闻编辑报道 我们看到地沟油流向了 金龙鱼的母公司 一海加里集团 那么这个地沟油 到底有没有流入金龙鱼 目前的这个直接关系 还没有明确成立 我们希望是没有 不然连这么大的品牌 都无法信任 消费者实在是太心寒了 现在冰山一角 已经被掀起了 相关部门 能不能好好地查清楚呢 感谢观看